那我们讲了极限的这个定义 Limited Definitions 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怎么算 那我们第一步要算的 能算的是最容易的一些极损极限 那么要用的方法 我们是所谓的就是Limited Loss 有哪些基本的Limited Loss 那我们基本的Condition是这样的 基本的这个要求是 假如说X趋近A的时候 Fx的极限是A X趋近A的时候 Gx它的极限是AB 当然说我们说AB都是有限数 它不会是Infinite这种 它是Finite 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些结果 第一个两个函数 加或者是减 它们的Limited 我们可以分别先算Limited 然后再把它加减起来 第二个是他们相乘 相乘以后的极限 我们可以先算极限再相乘 第三个是除法 相除 我们可以也是 这是等于A加减B 这是等于A乘上B 那么相除 我们可以先算极限再除 这是等于A除 这是等于A除EB 这是除法 那么相对应的 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 我们先给一个函数乘上一个数 然后再乘上一个常数 再求极限 我们可以把这个常数提到外面来 好 那么我们 Fx我们先求N次方再求极限 我们可以把它先求极限 再求N次方 这可以认为是我们乘法的那个法则 我们做N次 所以这是A的N次 这个是C乘上A 这个最后一个X去近于A Fx的Gx 这我们也可以分别求极限 当然这要使他们有意义的才行 这是A的B次方 这是基本的运算法则 那这些我们是没有证明的 我们也不需要证明 因为直接从极限的定义 我们就知道 或者说你要知道证明的话 我们等到 讲极限的这些 严格的定义的时候 然后利用严格的定义去证明 或者利用极限的一些性质 那我们现在我们不用去讲证明 那我们看 首先看一些立体 x去近于1 x的三次方减上3 x加上5 那我们可以分别求极限 x去近于1 这是x的三次方减去 x去近1 这是3x 加上这个x去近1 这是5 那么x三次方我们可以写成 x x去近1 那么这个三次方再减去3倍 所以x去近1 这是x再加上 x去近1 这是5 那直接带进去 x去近1 那么Limit x当然是1了 1的三次方减去3 再加5 再加5 1减3加5 等于3 好 x再趋近于 x去近2 这是5 x的三次方加上4 除以x减3 那这是除法 我们看分子分母都不趋近于0 所以说 也就是说 特别是分母是不趋近于0 所以我们可以把分子的极限求出来 除以分母的极限 也就是说 我们分别去求极限 那么二二减3 那么分子 当x去近2的时候 分子去近44 分母去近负1 所以说 等于负的44 那我们再看一个 呃 乘法的要不要算呢 不用不就不去算乘法了 我们可以可以看一个 那我们可以写成是 x去近二分之π x平方 再乘上 x去近二分之π 然后是3x 那么第一个x平方 它的limit就是 4分之π的平方 后面3x的极限是1 所以是4分之π的平方 这是乘法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直接运用这个极限的运算法则来求的 那么有些东西如果不满足 如果不满足这个极限的运算法则 我们叫做 indeter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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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mits 嗯 是 这种limit是 是 是 如果不满足极限运算法则的 都是叫做indeterminate limit 那么最常见的一些情谊是分母等于0 分母等于0 分子也等于0 分母等于0 分子不等于0的话 我们用前面的infinite那种方法算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 要不是正的infinite 要不就是负的infinite 特别是这种情况 那么这些 这些我们 如果碰到indeterminate limit 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法 我们求的方法一般有 最常用的 我们以后再 以后再学完这个derivative以后 我们知道有个 罗贝塔法则 那么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那现在我们可以用的 我们是 一些初等的方法 初等的方法 首先是我们是 我们用的是common factor 我们用common factor 第二个是用 第一种 我们最常用的是common factor 第二个是我们有理化 我们等一会儿我们讲具体的例子 还有一个就是通分 就是common deluminator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初等方法 那我们最常用的这几种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用 第一个是当x趋近1的时候 x平方 加上x减2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加上2x 减3吧 那我们看当x趋近1的时候 分子趋近0 分母也趋近于0 1加1减2 所以是分子 1加2减3 那一定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分子分母都趋近于0 而且分子分母都是polyomial 那我们肯定 他们肯定有common factor 肯定有factorx减1 那么分子是x减1乘上x加2 分母是x减1乘上x加3 x趋近于1 然后我们把x减1这个约掉 那就是x加3除以 x加2除以x加3 然后分子分母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极限了 那就是等于4分之3 第二个是x趋近于 例如说x趋近于 嗯 负4 是2x加上8除以x平方加上x减12 那么x趋近于负4的时候 我们发现分子分母都是0 所以有x加4 这一个factor出来 那这是x加4 x减3 然后我们把x加4 别掉 别掉了以后分子是x减4 分母是x减3 那就是负4带进去就是负7 所以是负的7分之2 第三个 第三个 x如果趋近于5 我们这里没有讲的太复杂的啊 当然说跟高阶的话 我们可以用多项是除法 那么x趋近于5 那么x趋近于5 这个我们 我们换一个 这个不是很 然后我们在另外的地方讲 最好 我们讲个高阶的 我们x的x不是趋近5 那么x趋近1吧 x趋近1 我们讲个高阶的 比如说是x的3次方 加上x的平方 再减上5x加上3 这是x的3次方 减上3x加上2 那我们碰到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怎么办呢 这是x趋近1 那我们看 当x带1进去 1加1 减5加3 分子趋近0 分母是1-3加2 也是趋近于0 但是我们知道多项是 如果说多项是在某个值 带进去等于0的话 它一定有x-上这个值的这个系数 这个因子 所以它一定有x-1 这两个系数 那我们剩下的部分怎么算呢 我们用多项是除法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像我们普通的除法一样 这是x3次方加上x平方-5x加上3 如果直接分解 我们可能不是很好分解 那除以x-1 那这是x平方就是x-3 减上x平方 所以这是2x 所以剩下2x 剩下的是2x平方-5x 那我们再加上2x 是2x平方 减去 2x 那么剩下3x加上3 所以说再加上3 所以这里分子是x平方 加上2x加上3 然后分五 这是x的立方 减上3x加2 除以x减1 这是x平方 x立方减x平方 所以是这剩下的是x平方减3x 那么再加上x 所以是x平方减x 所以是2 剩下的就是2x加2 所以加上2 所以分母是x平方 加上x加上2 乘上x减1 那我们把x减1约掉 x去近于1 那当x去近于1的时候 分子现在变成了 x平方加上2x加上3 x平方加上x加上2 带1进去 1加2加3 6 1加1加2 4 所以是2分之3 这是我们用 如果是触碰到高阶的话 我们要用多项式除法 因为我们一定知道x减1是它的一个factor 当然多项式除法 我们还有一个synthetic的计算方式 像x立方加x平方减5x加3 那么我们把它系数写出来 就是1 1-5和3 然后除以x减1 所以这里是1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 然后直接把第一项拿下来 这两个相乘 好 这个相乘到这儿 所以是到1 所以这是2 然后再跟2再跟这个1相乘 所以是得到2 所以是 所以变成负3 负3再乘上1是3 负3 然后加起来等于0 所以它余数是0 所以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系数 1 2负3就是系数 就是x平方加上2x减3 这是它的商 也就是说 x的三次方加上x减 加上x平方减5x加上3 除以x减1 就给你这么多 这是Synthetic的处法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用 约取公因子的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 通分的方式 x去近0 根号下 x加4减2 除以x 那我们看x去近0的时候 分子分母都去近0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没办法分出一个公因子来 那我们把有根号的部分 我们把有理化 x加4减2 只要出现根号的话 我们通常是把有根号的部分有理化 这是x乘上 根号x加4再加上2 然后分子就变成了 分子就变成x加4再减4 然后分母是x乘上 这是x加4再加上2 分子就变成2 然后这两个4 然后x又约掉 然后x又约掉 所以就变成了 x去近0 这是1 根号x加4再加上2 分子是4 所以是4分之1 这是我们有理化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题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那么成 x趋近于0 然后我们根号下 x平方加上100 减去10 分母除以x平方 那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分子分母都是趋近于0 因为分母是0 分母分子是根号下100 减成10也是趋近于0 那么我们用有理化的方法 分子有根号 那我们就把分子有理化 这是x平方加上100 减去10 然后乘上 根号下 x平方加100 加上10 然后分母是x平方 刚号下x平方加上100 再加上10 然后把分子 展开 用平方差算出来 平方差公式 那就是x平方加上100 减去100 除以x平方 是根号下x平方 加上100 加上10 那么分子只剩x平方 因为100减掉了 分子剩上x平方 分母是x平方乘上 根号下x平方加100 再加上10 那我们把x平方约掉 x平方约掉以后 那么我们分子是1分母 是根号下x平方加100 再加10 然后当x趋近0的时候 根号里面趋近10 所以是20分之1 这是我们有理化的方法 那我们说了第三种方法 我们有通分 我们再看第三种方法 我们先看这样的体 所以x趋近0 x分之1 减去x平方加上2x分之2 那我们看 当x趋近0的时候 x分之1趋近正五穷大 或者负五穷大 那么第二项也是 要不趋近于正五穷大 要不趋近于负五穷大 因为x去在0的右边的话 都是正五穷大 0的左边的话 都是负五穷大 好 那 这是两项无穷大相减 所以我们 把它们通分 通分以后 分母就变成x平方加上2x 因为x平方加2x相当于是x乘上x加2 所以第一项还要乘上一个x加2 第二项是照写 x趋近0 那么分 这就变成x 分子变成x 分母变成x乘上x加2 然后约掉一个x 我们约掉一个x 约掉一个x以后 我们分子就变成那1 分母变成x加2 所以结果是2分之1 这是我们通分的方式 我们用通分的方式 去计算 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其 其他的一些 例如说三角行 三角函数的横断变形 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这些 那么最常用的是这几种方法 好 那这是我们的 用极限的运算法则和初等的方法来计算我们的极限 那么有 还有其他的一些极限的运算方法呢 我们以后我们碰到的时候 我们再去详细的讲解 当然最多的是 我们除了这个极限的运算法则 以后我们最多的是 Lobitas rule 我们叫Lobita法则 这个在我们讲完了导数以后 这一部分 我们会详细解释这个方法 谢谢大家